石坤脸上凝色一闪,狠狠地一摧法绝,随着此声出口,光连虚影一颤之下,竟在一声惊天动地的巨像下就此爆裂开来。 只见一团骄阳般的白纸光球在电门上浮现而出,白光瞬间淹没整个电门连同表面上的紫色电网,声势惊人一场。 当白光最终一脸消失后,电门再次闪现而出,只见上面呈现出坑坑洼洼的无数坑点,一副惨不忍睹的样子。 但此门并没有被彻底毁掉,并且表面紫光闪动下,所有损伤竟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飞快恢复,倒是表面的所有紫色电壶全都被一扫而空。 袁慈吉山顿时一时间恢复了自由,韩丽见此毫不迟疑地心中一摧此山,顿时就见袁慈吉山,忽然往后方一个盘旋,接着体表灰白一芒大放,体型一下再次狂胀背许,猛然冲电门再次狠狠击去。 这一次没有任何阻挡下,黑色山峰结结实实地砸到了殿门上,一声震耳欲聋的巨响,尽致之力大减,殿门被袁慈吉山惊人微能一击下,终于无法承受得寸寸碎裂。 黑色山峰一声呼啸下,就直接没入了主电中。 韩丽见此自然大喜,好袖一扶下,身前发向金身一下消失得无影无踪,仿佛从未出现过一般。 身后人影一闪,流水儿和石坤均都抢先一步击视而出,几个闪动后就鬼魅般地同时出现在了电门处,接着他们身形一顿之下。 却又不约而同地停在了电门外,神色故意地望着对方,表情竟都是有些奇怪的样子。 师兄,家世来世交代得很清楚,主电中虚灵丹一定要拿到手,其余的东西,师兄尽可挑选给段前辈的。 原来如此,但石某也有失命在身,对虚灵丹不能相让。 不如这样,除了虚灵丹外,其余几样东西在下尽数让给仙子,仙子就不要和石某争了。 而且事后,家世必定对采前辈另有所补偿。 师道友这话什么意思?这不是重复小妹的言语吗? 家世命令很清楚,虚灵丹是势在必得之物。 道兄肯退让一步,小妹可以替家世做主,将我们荆族镇族之宝,荆月夜相赠一瓶。 此灵丹对石检族来说意味着什么?想来师兄应该是很清楚。 这灵丹就是贵族圣洁存在,也是私下苦求不到的。 荆月夜? 一听此名,石检面色微微一变,大有出乎意料,并下意识地真有了几分动心。 但是他马上想起了出发时,断天任面无表情地对其嘱咐之言,心中一个机灵, 立刻将此念头抛到了九霄云外,当即连连摇头,一口拒绝。 不行,纵然在下非常想要荆月夜,但是没有蓄灵丹的话, 石某出去后如何向家世交代,此事绝无可能。 这么说,直到有事一丝退让之意都没有了? 这一次石检并没有回答什么,只是面色冷淡地望着流水儿, 其意思自然明确无误。 流水儿接下来也不再开口,眸光中同样渐渐水寒起来, 二者间气氛一下变得凝重异常。 寒厉见到此目,眉头不经已皱。 二位倒有何必如此,在下虽然不知道须灵丹到底有何惊人的效用, 让二位前辈均都点名,一定要拿到。 但是二位现在还未见到此丹药,就如此剑拔弩张, 不觉得太早了些吗? 太早? 寒凶的意思是? 二位前辈如此肯定店中有那蓄灵丹, 想来也是通过其他线索做出的判断之言, 但是里面真是情况如何? 那还是了说之事。 二位先进去确认一下宝物, 然后再做出决定也不迟。 听到寒厉这么一说, 石检和流水儿均都沉吟之色。 说实话, 以二人的阅历自然不可能没考虑过此种情况。 但是,先前店门被破的一瞬间, 二者同时担心对方抢先一步, 先拿到丹药, 虽然一时间顾不得此事。 如今一听韩丽提到此事, 二人神识重新恢复了清明, 自然考虑现在翻脸的丽比, 觉得先见到店中之物, 再另行设法拿到灵丹比较稳妥。 韩兄说得有理, 石大友, 我们还是先进去看看, 虚灵丹是否在店中, 然后再上以归属之事。 仙子都如此说了, 石某也没有其他意见。 既然二位都没有意见, 我等三人不妨一起进入里面, 就不要再分什么先后了。 韩丽微微一笑, 轻飘飘地几步向前后, 就到了二人身边。 石柯二人自然没有什么反对于地, 均都点了一下头, 于是三人一个跟一个, 几乎紧挨着进入店门, 然后并列成一排, 向店中四下打量了起来。 不愧为主店之地, 整个大店足有近千丈之广, 同时容纳数千人也是绰绰有余, 最先入目中的, 就是大店中一根根紫色金柱, 每一根都一人粗细, 足有上百根之多。 四周店壁上悬挂着 一件件样式古朴的兵刃, 不是长歌就是巨府, 每一个都是荧光闪闪, 灵气逼人。 粗粗一扫之下, 足有近千件。 店壁下方, 每隔一段距离, 还有一句句五颜六色的盔甲堆放在那里, 盔甲内空空如也, 表面均明印着精美异常的花纹, 一看就不是普通的甲舟。 在面对店门方向的另一端尽头, 摆放着一面七八丈高的巨大屏风, 这屏风通体清光蒙蒙, 上面似乎画着什么东西, 但因为太远, 倒也不易马上看得清楚。 在屏风前边另有一张低矮的茶几般桌子, 摆放着一个金色谷底, 除此之外, 整座大殿中空空如也, 再无任何东西装饰, 根本无需三人费心去找什么宝物。 一见大殿中这般模样, 刘水儿、石坤等人自然都是大感意外, 韩丽神色望了望远处屏风和金顶片刻, 略一思量就二话不说走了过去。 刘水儿和石坤见韩丽如此举动, 互望一眼, 但马上将目光错开, 也一眼不发地紧跟过去。 毕竟整座大殿除了此方向外, 也实在没有什么好搜查的。 于是在一种异样气氛下, 三人走到了屏风和金色大顶前十余杖处, 双足一顿, 韩丽就此停住了原地, 细细地打量前方二物来。 身后二人见此, 也下意识地停下了脚步, 同样望着二物神色各异, 韩丽双手倒背, 看似神色平静, 但瞳孔深处蓝芒闪动不已。 这屏风表面纵然是青光遮蔽, 但又怎挡得住灵木神通? 瞬间的功夫, 他就将屏风上所绘的东西看得一清二楚, 结果一丝亚索闪过, 这屏风上赫然印着一闪金银两色符纹的巨大怪门, 此门是样古朴巨大, 通体乌黑, 但表面却是两种符纹交织闪烁, 衬托着十二分的神秘。 这金银符纹有些相似, 赫然正是银科文和金传文两种真仙界的灵文。 韩力眉梢不经意地动了一动, 一缕神念瞬间放出, 往屏风上锁绘的巨门一探而去。 结果方易接触巨门画面的瞬间, 一股庞然巨力从屏风中骤然产生, 那一缕神念还未反应过来, 就一下被拉进了屏风中, 和韩力本体再无任何联系。 韩力神色一变, 心中顿时对此屏风多了几分忌惮。 石坤漠然一声低哼, 身躯一下倒退了半步, 马上又重新稳住了身形, 显然这位也吃了一个暗亏, 似乎比韩力还要大上一些的样子。 刘水儿因为有斗篷遮挡, 无法看清表情如何, 但是从其身形不经意地晃了两晃来看, 肯定也察觉到了此屏风的诡异之处, 虽然损失了一缕神念, 但相对他的强身神识来说, 自然是丝毫影响没有。 韩力暂时放弃了对屏风的观察, 一低头将目光落到了金色谷顶上。 这座谷顶通体金光灿灿, 但是表面明印着花纹却是一团云雾般。 这些花纹复杂异常, 并大多呈螺旋状, 遍布谷顶各处, 细看之下, 竟让它大有头云目眩之感。 韩力暗自一灵, 不动声色同样将神念放出。 此顶也不知是何材料凝聚而成, 竟完全隔绝神念之力。 不过他也注意到, 在此顶两侧分别多出了一个 凹进去的四方凹槽, 似乎是专门镶嵌两样东西之用。 韩力略一沉吟, 忽然感应到了什么, 抬手向二人望去一眼, 结果心中一动, 只见这时的流水儿和石坤, 目光死死地盯着金色聚顶, 眼都不眨一下。 不对, 应该是说盯着此顶两侧的凹槽才对, 石坤脸上更是露出了狂喜之色来。 怎么, 二位倒有认得此顶? 韩兄说笑了, 石某第一次进入, 怎么会认得此物? 哦, 那就奇怪了, 既然不认得, 二位为何对此顶如此上心? 这个, 韩兄不妨问下柳仙子, 他应该可比在下知道得多。 听到石坤如此一说, 斗篷女子自然心中酝怒, 但是看韩丽真硬生望来, 此女只能面露一丝苦笑。 韩兄也无需多心什么, 此顶应是盛放蓄灵丹 和其他几样家事和断钱 被想要之物的发起, 我和石道友之所以知道此事, 是因为我二人身上都淡了一物来。 石道友, 不如你我都将此物 拿出, 让韩兄见上一眼。 听仙子这么一说, 在下倒是真的有些好奇了。 这个, 怎么, 石道友莫非觉得不太方便? 这东西就是韩兄不说, 石某也会拿出来使用, 毕竟想要取出顶中宝物, 也必须这二物才行。 刚一说完这话, 大汉就单手一番, 顿时金光一闪, 一物浮现在了手心中, 韩丽见此, 自然毫不客气, 目光一宁, 就将此物看了个真真切切。 那东西同样是金光灿灿, 呈现长方形, 一端雕有一个龙手, 仿佛一个印玺般的东西。 目光在此东西上转了半圈, 韩丽神念一挪, 又望了刘水儿那边一眼。 此女自然明白韩丽的意思, 平静的一只手掌一抬, 白袭手指, 同样有一个金光闪动的物品, 猛一看, 似乎和大汉手中的东西极为近似, 大小差不多, 同样细长, 但一端明印的却是一个栩栩如生的金色凤手。 韩丽看完之后, 脸上露出了一丝思量之色, 而这时, 刘水儿又解释起来。 这两物叫做玲珑药, 应是开启这金顶唯一的东西, 缺一不可。 虽然我二人都不知道电中情形, 但是, 家事说过, 这玲珑药能打开之物, 石油八九应该就是蓄灵丹存放之处的。 不错, 家事也是如此说的。 既然这样, 二位道友不妨将此丁打开, 看看里面是否真有二位前辈所需之物。 对了, 那蓄灵丹不知道有几颗, 若是两颗以上的话, 道友就不必争什么了, 评分此丹药就是。 韩丽一笑, 一副无所谓的样子。